30歲被告歐慧樂在求情時說自己只是一個無知的散戶 並沒有意圖犯案 事後感到內疚並承諾以後不會再犯 裁判官考慮案情及被告的報告證面 判被告六項虛假交易罪合共履行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案情指出被告在2010年5月以不同證券行的賬戶互相買賣海天天線股份 佔一匹股份在當日的成交額達到九成半因而推高股價 被告多次在收市前90秒輸入海天天線股份的高價買盤 雖然沒有成交 但已經將海天天線股份的收市價推高7.7%至12%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